新加分会无所慈激幼儿园同时举行新生说明会 去年没有抽到签的家长 今年很开心能够有机会来参加 教育中心落成后增加招生人数 在明年一月入学前举办新生说明会 让家长们能够更放心 觉得让孩子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中学习 他会更完整 学习到那种更完整的生活 人生的哲学 以及在于理育方面的 实际的幼儿园可以帮孩子塑造这个品格 那么我的决定是因为我觉得塑造品格 比授这个知识来得更重要 仅身为孩子选择第一个学校 在人生的起跑点也有了好的开始 大约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刘灵官